阿嬤的優點 我們剛剛有介紹 你覺得她的缺點是什麼 零缺點 叔叔愛娘 愛疼太太 這樣就 很緩緩 我們小孩不會看到我們阿嬤沒問題 我們來就抱一下 我請你吹一下阿嬤 阿嬤 很簡單 對 她結婚64年 所以獻給我們所有的台南市市民一生一世幸福 在台南的幸福寶典 曹艾蘭也表示 社會局今年繼續推動多項敬老系列活動 除了20號即將登場的鑽石婚表揚大會之外 也會陸續推出免費老人公車旅遊路線 向其大賽及健康食譜競賽 期盼藉由這些活動 讓台南的長者們能愉快地歡度專屬於他們的節日 我們也希望不只是我們台南的老人 將來我們會把這個旅遊路線寄給全台灣的老人團體 老人會 我們也希望各縣市的老人可以搭高鐵 然後搭火車然後到台南來做老人的安心旅遊 除了我們的鑽石婚呢 我們今年其實是用各種系列的活動來號召我們的市民 來關心老人 來幫助老人 然後讓老人在生命中的生活 這一段的路程可以非常幸福 台灣生育率逐年下降 從過去每年40萬 驟降至目前僅剩16萬新生兒 其中外籍配偶所生就佔了三分之一 再加上離婚率同樣日間攀升 目前平均每100對就有42對夫妻 最後是以離婚收場 比率高居世界第二 希望藉由蘇信老夫婦的恩愛故事 能感化更多新一輩的年輕人 白頭偕老共創幸福人生 記者謝夢榮、潘憶台南報導 北京大學 《Italy》 《Italy》 北京大學 中文文財務 《Italy》 北京大學 《Italy》